大家好,今天来分享一份快手早餐鸡蛋饼的做法 营养好吃,柔软,金黄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首先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倒到大碗里 加两克的食盐 一克五香粉 也可以换成个人喜欢吃的这个13香或者是花椒粉 先用筷子搅匀 然后倒入大概500毫升的清水 继续用筷子搅匀 按照这个比例调出来的面糊摊出来的饼特别的柔软 刚开始搅动的时候面糊会有一些小颗粒就要多搅一会儿 面糊搅好的状态是像这样顺滑,无颗粒并且可流动的 放在一边静置松弛10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准备一把葱栗切碎 切成细细的小葱花 如果喜欢吃辣的也可以把葱栗换成青椒的 吃起来真的是又娃又香 葱花全部切好 可以装在一个碟里 把一小节胡萝卜先切成薄片 现在把胡萝卜片抹平 切成细丝 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吃胡萝卜的就可以换成甜椒,红甜椒 这些维生素营养也是很高的 最后把胡萝卜切成这样细细的小碎丁 尽量切的顺一些 这样才不会影响这个蛋饼成形 胡萝卜切好和小葱装在一起 拿出刚刚调好的面糊 先把小葱胡萝卜倒一半进去 这样筷子充分的拌匀 分次加入小葱胡萝卜 可以很好的观察这个面糊的粘稠度 然后再加一点小葱 继续拌匀 把面糊给大家舀起来看看 实际像这样粘稠度 会常顺法流动的 就可以准备摊饼了 起锅倒适量的食用油 油微热舀一勺面糊摊进去 一勺好像不太够,再补半勺 转动一下锅 把面糊全部给摊平正,摊圆一点 开启中火来烙一烙 中火的火力集中在锅底 要适当地晃一晃锅 让饼的边缘也能受热均匀 面糊基本凝固的时候 打入一个鸡蛋 把鸡蛋用铲子像这样子搓碎 开上盖子,把鸡蛋烙凝固 鸡蛋凝固以后 翻面继续烙一烙 30秒之后呢 这个饼就非常的柔软 也已经完全熟透了 马上就可以盛出来 继续把石塔的面糊全部烙成饼 鸡蛋饼全部摊好 装在盘里面就可以擅猪食用啦 配上一杯豆浆或者是牛奶 就是非常铭眼筋横又好吃的早餐 饼的口感呢是蛋香味十足 很是柔软好消化的 喜欢的一定要试一试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